大家好,我是不会开吹人生长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部 后面会翻转的电影 灵异疗养院战力挑战 从前从前有个疗养院 在纳粹时期有许多肺结核病患 在此遭受不人道的食言而导致死亡 直至今日仍发生多起谋杀与灵异事件 于是拥有百万订阅的网红小星星跟小生生 发布影片预告 将挑战在那间疗养院待满24小时 不止如此 他们会与另一个百万订阅人气网红 被鼻翼合作 而疗养院是由小星星的好友 独医学院的高材神介绍的 探险团里还有个不是很重要的小插花 就这样一群人来到了上锁的疗养院大门 小星星掏出她那只超过30x2公分的 剪铁钱破坏了锁链后 大伙就进入疗养院咯 但在进去前影片开头总得录一下 诶...这位太太是谁? 哦...是高材神的前女友是名小网红马妮 观看书跟船长一样奇惨 马妮看到他们的预告影片后来趁热度的 总之高材神紧张了要他们遵守几个规定 第一不准使用网络 以免让别人知道他们现在在这 第二别留下线索 第三尊重此地 第四保持低调 在经过杂草丛生的路段后 他们来到听说闹鬼的那栋建筑 白天时他们勘察场地 并在多处角落设置录影机 只是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 在禁忌的地方模仿起希特勒 一下就违反了尊重这条规定 那么这种废弃的地方之所以恐怖都有着神秘故事 除了开头提到的外 希特勒曾住过也关过连环杀人魔 尤其这的手术室最令人毛骨悚然 像baby透过侧轨器看到的恐怖人像 嗯 拉汤咧 是另个网红跳出来恶作剧啦 那最不开心的就是高材神了 说好了保持低调进乱乐人来 当然就被请离开啦 然而恶作剧网红叫马上代 因为在他离开时经过某处听到恐怖叫声 好奇进屋查看结果就被 拜拜 谢谢回顾了 终于来到晚上 为了让粉丝看更多画面 baby独自闲晃取材 然后就看到 用血泡澡的女人 吓了他拔腿跑回 大火设置了基地 原本以为又有人恶作剧 但没人承认 于是大家决定前往一探究竟 来到泡澡的地方浴缸空空如也 这是高材神灵机一栋 用紫外线灯探照浴缸 如有血迹反应都能照得到 但没有 而是墙上出现大量血迹反应 用血血的一段古文可是看不懂 倒是让马妮联想到 106号房女病患的诅咒 真的是诅咒吗 当大家回到基地时发天机坏了 但投影机却自己启动了 播放着106号房女病患的影片 高材神这才说出原来她跟个医生有染 还怀孕了 结果竟被院方不仁道对待 最后女病患在浴缸里割手收轻身 并诅咒来疗养院的人 要么被杀要么自我了断 终于他们想结束挑战了 北比与小猩猩打算开出来接大家 无奈车子莫名发不动了 手机也不翼而飞变成儿飞 大门还被重新锁上 接着两人又听到手机响起 随着铃声他们找到马上带出事的地方 也看到她的巴底 吓到照明灯都没电 只好点燃信号弹照明 在逃回基地告诉大家刚刚发生的事 但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用手机求救 那个没收手机且正在地下室修发电机的高材神应该有 于是他们缤分两路小猩猩跟baby去找他 而小猩猩则不忘拍片 便去找马上带的手机 结果没找到还被其他声响吸引 看到一扇自动门关上 之后就遇上阿飘被带走了 另一边到地下室的baby 则是麻雀虚小掉进洞里 想要救她的小猩猩 又掏出她那只超过30x2公分的剪铁钱 想让baby抓抓紧松手误伤人家 What the hell 哩 然后小猩猩再去找其他东西救baby咯 刚好给她剪刀条绳子 而这条绳子正是吊死高材神的那条 最后也为时已晚baby被阿飘抓走咯 小猩猩也遇到阿飘被抓走咯 那么现在还是马妮与小插花好好的 两人听到声响后决定不坐以待毙 谁都不管的就要离开 但所有的门都自己关上 接着在寻找其他出口时两人来到淋浴间 冲个血水澡 哼 这一定是草莓芝 被吓到歇斯迪利的小插花开始乱跑 而是足坠落电梯警 当场拜拜 谢谢微谷了 省无助的马妮不知道要去哪 却来到地下室竟也钓到那该死的洞 聪明又体力好的她 剪其那只超过30x2公分的剪铁钱 帮助她顺利逃出该死的洞 并且找到一处透出光线的房间 探头一看 阿飘很更流行的派起Vlog呢 原来是假鬼假怪的高材生现任女友 跟高材生计划了这场骗局 刚刚被抓走的小猩猩 小生生跟Baby 都在这的手术台上哦 高材生也开始对镜头自豪解释道 觉得每一个房间都学有高科技陷阱 像那个草莓之领域间 像那个泡血水的浴缸 像那个墙上的鞋鸡 比起后面三个网红的美影样影片 老子这不更好看吧 那其实高材生是嫉妒小猩猩 把好友小猩猩抢走 觉得Baby是虚伪的壁曲 所以他先用剪刀剪断的Baby的鼻子 然后打算割掉小猩猩的身带 接着取出小猩猩的心脏 ちょっと待って 还有个床留给マニ 啊他人嘞 投听完你的演讲后 聪明的マニ 引诱你来轻松开启出口的门 然后敲你一下 让你倒地 他自己就可以剪断大门锁链 真的不用说再见 就结束这一切 而高材生还真的不说再见 竟举枪自强 而拜拜 谢谢回顾了 其实真正的幕后黑手 就是他的现任女友 故事就在幕后黑手 继续剪片上传 并露出他阿飘的真面目下结束了 传商认为观看数重要吗 废话 厂商会用这个数字 来衡量你的价码 呜呜呜呜 人生好难啊 那想看更多国内外好看的影片 可以下载超好用的南瓜影视APP 让你带着手机 想在哪看就在哪看哟 快去下载吧 这个节目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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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喜欢全场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 YouTube的传言记得 加按钓 加按钓的话就把影片分享出去 就会不会开全场长 我们下次见